高鐵終於可以無線上網了嗎 那麼先前就是因為遲遲沒有Wi-Fi 連綜藝主持人吳宗憲也頗亡抱怨 那麼當時行政院長林全就說 好 八月底呢 就會建構完成 不過現在要提前喔 因為要趕在八月世大運登場之前 所以七月底高鐵全線就能夠連上Wi-Fi 而且在隧道口也會增設基地台 高鐵上網就可以一路通了 高鐵最高時數300公里 但是坐在裡頭網速卻快不起來 行政院掛保證未來保證有Wi-Fi 如果想看影片 未來在高鐵上看劇將會更加的順長 因為七月底前Wi-Fi將會建置完成 往後坐高鐵總算能追劇了 有Wi-Fi做的事情變更多 一個月了 你們過得好嗎 對啊 最近過得怎麼樣呢 是不是鼻子也是過敏啊 突然想要直播沒問題 即使經過隧道也OK 因為隧道口到時候會新增基地台 需要網路的手機遊戲也是可以一路 玩到底高鐵Wi-Fi全線總計408個車廂都會有 到時候用iTaiWi賬號就可以免費使用 只是一月份吳宗憲才剛開砲 你要做服務應該坐在這上面 而不是買廣告講那些沒有意義的話嘛 像是臨近的日本新幹線社Wi-Fi越來越普及 這讓經常南北跑的吳宗憲開砲 搭高鐵網路壁掛 1月26號澎文行政院長林全出面說會儘快 還說8月份就到位 這一次行政約會上直接宣布7月底前完工 時間表提前了一個月 應該說會好很多 但是重點是要順才行吧 不要又說我開了Wi-Fi 但是過隧道又都不能用 我覺得這樣也沒有意義 不是有就好 因為過去公共空間Wi-Fi 經常被說速度時代不夠快 高鐵網速是不是能夠讓乘客滿意 7月底上路見分曉 藍金發許惠美台北總統的